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德权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美味的懒人料理 焖炒双鲜 这边我们双鲜的话就是肉跟我们的透抽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肉先把它炒一下子 而且这个是火锅肉片对不对 对 就是梅花肉片 我觉得火锅肉片也是懒人好朋友 就是你如果吃火锅的时候丢下去 它就很快熟 你如果我快炒它也很快熟 做菜里面备料最麻烦 所以很多人就是备料 第二个就是调味最麻烦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很流行就是 我先把这个调味料调好 你做菜就简单了 我今天教各位一个算是万用的调味料 好 我懂 好 这边我们准备的有我们是一二三 就是乌醋一份细糖一份米酒一份 酱油两份凉开水三份 好 所以这个是一比二比三 对 一二三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放下来 好 糖跟乌醋 对不对 对 醋 乌醋 乌醋 我们一般的乌醋 然后米酒 米酒 那这个酱料你调好之后 你可以放很久 这个是酱油 好 反正你照这个比例调 这个比例是什么风味 是酱烧风味是不是 对 你常常在那个什么热炒店 或铁板烧 铁板烧最多了 铁板烧不是有一个瓶子吗 它每次炒什么 你看 炒青菜它也放这个 炒豆芽也放那个 炒高麗菜也放那个 对 炒肉也放那个 那却奇怪 那个蛋 都很乱用 可是吃起来放很好吃吗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比例 其实它不只说我们炒东西可以用 炒菜炒肉炒海鲜都可以 炒饭炒面 好 甚至于你沾水饺都可以 理解 理解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就是都是 就已经是熟的东西了 应该说这基底调味 对 要加辣就是要加辣 对 其他的要是香味你在这边加 所以你调好这个味道之后 你其实做很多菜 你就变得好简单 除了你去买那种 人家切好了 然后你回来 调好之后用皮子装起来 摆冰箱你最少可以摆三个月 好 我们现在肉片 炒香了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辣椒 辣椒配色用的 然后姜丝 还有我们的蒜末 它的香味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我们的洋葱丝 接下来稍微把它炒一下 好 来 我们的厚葱 厚Q 南瓜 都把它放进来 好 一锅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 什么东西就可以吃到 然后你最后的酱料就是这个 就淋上去 然后把它 酱烧这样 对 这样子做菜就变得 瞬间变得好简单 然后好吧 那酱料 你调好之后 用玻璃瓶装起来放冰箱 然后这个酱料你说它放多少 它已经是调好味道的 所以你如果说我不小心倒太多了 没关系就是湿一点而已 但是你自己斟酌你的食材 你如果食材没用那么多的时候 你的酱料当然就下手清一点 对 就是不要放那么多 但是它基本上它不会影响到 说我多放个一匙 会影响到多少味道 基本上是不会的 好 因为它也有水 也有这些细事 它都帮你调好 就是你沾酱油膏 你沾了 你沾多一点 就是可能重一点 但是也不会说吃不下 好 这边我们就帮它煮一下 好 同时师傅这锅 好了 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就是 味道你当然帮你调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他虽然说这个叫做很简单 万用式的酱料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吃 它有那个甜的味道 有咸的味道 有酒香 那加上它的葱姜蒜的调味 哇 那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真的太棒了 而且它三蒸海味 第一个是它的梅花肉 加它的透抽 我觉得透抽 因为海鲜的鲜味再加进去 今天这个懒人料理 我都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些 单身在外不大会做厨艺的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大家可以多学习这样 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吃泡面 那真的是 或微波食品 那真的不是很健康 好 今天讲的是懒人料理 懒人料理 其实大家压力很大 很忙的时候晚上 那我也可以 那你就要一直加上 因为